首先帶您來關心到的是 雲林傳出一起人倫悲劇 林內鄉一名四十六歲的 洪姓男子 十九號酒後失控 持木棍毆打七十五歲的老母親 母親徒手阻擋 但頭部遭到重疾 經過送醫搶救之後 仍然回天乏術 警方是接到洪姓兇嫌的哥哥 報案 前往逮人 檢方訊後是依涉嫌殺害 直系血清遵親署罪 聲壓獲准 雲林內鄉傳出兒子打死老母親的事件 警方來到現場調查 有鄰居表示 這名四十六歲洪姓男子 是當地的問題人物 周遭不止一戶住家的玻璃被他破壞 男子也沒有固定工作 常向母親討錢花用 並非第一次毆打母親 洪姓男子十九號喝了不少酒 母親見狀斥責 沒想到他竟然拿木棍毆打 七十五歲老母親 身材較少的母親徒手擋不住 連凶嫌的哥哥想阻止 也連帶挨打 事發後凶嫌的哥哥趕緊報案 木棍打到斷裂 老母親頭部遭到重疾送醫不治 檢警道場歹人並進行採證 見識木棍上所殘留的機證 經過分析研判 認為凶嫌確實持木棍行凶 檢方訊購認為洪姓凶嫌 涉犯殺害之氣血清遵侵署罪 而且有串證之魚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 記者王威雄 王子君 吳其昌報導